广东一国土资源局长买房看房时被砸身亡 6月16日广东江门市鹏江区一个楼盘上 突然有建筑材料从高处滑落并砸众三名看 楼客及一名楼盘销售员造成一死三伤惨剧 江门市委宣传部市后向传媒证实 死者为江门市国土局局长林唱廷 广东传媒18日报道 16日下午4点 多在江门市鹏江区新惠明亭四夕的建筑工地突发事故 楼盘的施工材料掉落时 正好有四人经过那个位置 被吊起的施工材料砸中 分别是售楼处的工作人员和看楼客 当时四人正在售楼部前往样板房的途中 没想到突发意外现场短片 可见建筑材料散落一地 有多名伤者倒卧地上待救 知情街坊说 该型楼盘在开放给市民看楼的同时 也同步在进行施工 此次货物坠落 是因为货物绳子断裂 导致货物跌落 经初步调查 该项目施工单位 为广东省第二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事故发生后 广东住建部门 以责令事故工地 及设计企业其他工地全面停工目前出市地盘已被围板封住当地政府事后发通报纸 当时林畅廷夫妇与温某等人在前往示范单位期间发生意外 随后四人被送往医院救治 只有林畅廷将抢救后 仍道不至其余三人均无生命危险 根据江门市国土资源局官网显示 林畅廷担任该局党组书记 举掌一职